当你拥有了一款机娘和一辆摩托 让它们结合在一起之后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的天 竟然还能够合体 这你受得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祖 今天我们来玩由极次元出品的 太公望系列黑骑雷神匠 这款产品是挺特别的 属于是太公望系列的一个全新尝试 那就是载具摩托车 能与主体进行组合式的互动玩法 从包装侧面能够看到 人偶和摩托的实物展示 以及变形合体后的姿态 对于这样的玩法 我倒还挺期待的 另一侧则标注着摩托车的车把位置 有三种不同造型的天线替换 板件数量中规中矩 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一共24款 黑色板件的表面 都有做类似磨砂的处理 在极个别位置 还有预涂装的分色表现 像这类预涂装的分色呢 之前我们在西游战机系列中 就有接触过了 那此次除了预涂装分色 银色和金色的板喷件 自然也有附属 漆面质地美的条 喷涂的质量很高 将所有零件拼装完成 我们可以获得 机娘一个 摩托车一辆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人形主体 雷神匠 它的全高约14.5厘米 在后背盒四肢 有着很多孔洞 是用来后期与装备所连接 在单人形的状态下 观看这些孔洞 会有一点点的出息 在素体方面呢 采用的是自家研制的 全形机娘素体 在稍后的可动部分 我们能够看到 这款素体所带来的提升效果 那关于整体的外观轮廓和线条 我觉得还算过得去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你怎么看 雷神匠 带有四款预涂装面雕 可以说是各种神态下的表情 都有呈现 应付日常把玩 是没什么压力 至于好不好看呢 还得是屏幕前的各位 你来说的算啊 此外产品中还有两张空白脸 以及一张水贴 方便玩家DIY 为了将头发 做出更合理的分件 所导致替换面雕的过程 稍微有点复杂 在替换面雕前 我们需要将前发取下 随后是两侧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够顺利的替换面雕了 如果你是个爱换面雕的玩家 那头发的每一次安装 就可以安的稍微松一点了 这样也会更方便于把玩替换 但关于发型呢 这一次可以看出 它做的是比较飘逸的造型 那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在后脑勺的中央位置 再增加几个飘逸的呆毛的话 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对于集资源来说呢 也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吧 满封五分 你会给雷神匠的素体外观 打多少分呢 雷神匠的头部可以左右大范围旋转 侧摆 抬头和低头 脖子呢 也可以进行前后的摆动 手臂的平抬可以超过90度 360度的垂直旋转也没有压力 大臂可以平转 手肘的弯曲 目前默认的是一对五指开掌手 产品中还有四对替换手型 分别是一对撸鲲手 一对笔叶手 一对招架手 一对指向手 胸腰结合处带有拉伸关节 拉伸后能够解锁最大活动范围 此时左右旋转能够达到一个惊人的角度 有一定的侧摆弧度 弯腰和抬胸也有着不错的表现范围 腰部也能够向上抬起 从而获得最大可动范围 不过呢 这些关节表现都是舍弃了外观的一体性 追求极致可动的做法 活动到部分位置会有点角度限定 算是有舍有得吧 即便是在不拉伸的条件下 关节的活动性也算比较理想 跨关节能够下拉来提升可动角度 整条腿的前踢后踢侧踢角度 都表现的还算不错 在大腿处带有一种提升可动的替换关节 它是在中间区域进行了一个切割 从而增加了一段可动 换伤后呢 正面会有一道缺缝 那可动起来呢 就会有点像脚骨折的感觉啊 不过能够提升很大的活动范围 追求极限可动 喜欢借位拍照片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关节 大腿可以平转 居膝角度非常的令人满意 大腿和小腿几乎达到了贴合 那么产品中还附带了一对 尺寸较短的腿 给玩家进行替换 两者的长短差在三毫米左右 那么你会选择长腿还是短腿呢 我个人倒对短腿比较中意啊 不知道你怎么看 脚步接地可以左右旋转 侧摆 还有上下抬动 简单的把玩类圈下来可以看出 雷神匠的素体在可动方面的表现 算是比较优秀的了 甚至还加入了一些 为了提升关节可动的替换零件 这使得起整个素体把玩起来 是既舒服呢又好玩 基本上能够应付日常的战斗POSE 百分五分 你会为它的可动打多少分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坐骑摩托神兽黑骑 它的机车形象会有点类似越野摩托 从它的车身上 我们能够看出明显的仿身设计 同时主体的配色又以黑金为主 与雷神匠的配色协调统一 将两者放一起就更搭啦 那让雷神匠骑在黑骑身上 反而有种像的骑马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这个体位的关系吧 类似机脚的握把带有可动 能够旋转 另外还带有其他两种款式 中间没有尖刺的 是方便手部握持 而另外两款的只能是搭一下 在黑骑机车的车身位置 带有多数可动 可以浅浅的把玩一下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神兽黑骑变成武装形态的样子 会是怎样吧 它与雷神匠的组合 大部分都为插拔变形 过程有点繁琐 各位就跟着视频一起来 瞧瞧看一看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花了不少时间 总算是将它武装完成了 有一说一啊 这样的组装玩法呢 让我感觉像是在玩一个圣斗士 原本的机车模子就像是一个车架子 车上的大部分装备 组装到了人形身上 好在组装完成之后的武装形态的模样 还算是挺好看的 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没法自主站立了 各位得自备支架了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刚刚视频中所演示的一样 将尾巴倒过来放 来充当一个支架 这样子的话也不错哦 那雷神匠在武装形态下的可动呢 也是大打折扣 会有很多外甲间的干涉 需要玩家好好来调整 还得避免外甲间的磕碰 黑系除了与雷神匠的武装形态 它还会有一个独立的泡模式 操作也是比较方便 简单几步就能够完成泡模式了 想要手部握持 先要将前方的握把拉出 这样一来配合握持手型 就能够稳固的拿捏住了 与主体搭配起来的姿态也不赖 会给人一种一眼望去全身都是武装的感觉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款 由极次元出品的太公望系列 黑旗雷神匠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感觉这款做的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讨论 制作视频不易 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 我是爱分享玩具的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chau 谢谢观看